此次来自四大洲的选手 共有11位晋级决赛 精彩的对决令观众感到惊喜连连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背景 他们有自己的技术 我喜欢这种各样的 来的选手都是水平很高 很美 很陶醉 然后觉得挺享受的 感觉到真是世界级的一种水准 然后把人很感动 观众表示 大赛坚持弘扬正统的声乐艺术 令人感动 并且将中华文化推向国际舞台 令人感到振奋 Oh my goodness It's incredible And such a really beautiful repres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voice, lyrics, in performance It's incredibly moving And it touches the soul It touches the heart Truly like penetrates it right to the core 感觉在世界的舞台上 能够用中文 去弘扬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 也激发人们对音乐 艺术传统文化的热爱 我觉得这会有很多重的意义 这个平台 这个国际大赛 对他们的事业 就有很大的一种促进和推动 决赛结果出炉 优秀奖男子组两位 女子组三位 同奖各两位 赢奖各一位 金奖则是空缺 整体的水平很高 获奖的人对你来说是一个鼓励 没有获奖的人对你来说是一个勉励 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唱 是最重要的 然后如果是很纯净的一个心态 或者是真的是纯粹为了别人好 或者让他们能够欣赏这个节目的话 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最后一位 我真的很感激 因为这位歌手 我感激到最深的地方 我感激到最深的心态 我感激到最高的意义 对我和主持人 我感激到最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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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本身不管去參加什么比赛 都是抱着向前辈们学习 然后获得一个舞台经验的 这样一个心态去的 这次旅行非常的圆满 然后我觉得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每一天就是越来越能够享受舞台 本届的声乐大赛 特邀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歌唱家 担任评委 不仅以高标准考察选手的歌唱技艺 也考察选手的内在表现力 我觉得他们在用新唱歌 他们真的可以做到深情并茂 让你感受到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修为和艺术一定要合一 可能才能打动你 并且通过声音的载体 能表达给观众 至此本届的大赛就圆满落幕了 现场很多的观众纷纷赞叹 大赛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听觉饗宴 同时也希望选手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继续努力 打磨出更加动人的作品 这是新唐人记者雨婷上镜 在纽约的报道 感谢观看